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都在啊 哎呀 闺女 这么早就下班了 哎呀呀 可以让妈妈看看 你瘦了没有啊 没有 妈 妈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 家里住个男人 这么重大的事情 不跟我知会一声 想吓死谁啊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 那小猴子到底是谁啊 如果我说沈俊阳 是我的契约男友 我应该会遭到父母混合伤打 并且追出加免 但如果我不说 我沈俊阳的关系 只是要难过几年 等他们回老家 不就会是大吉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其实他是 是唐唐的男朋友 哎呀 他还是要玩的 跟自己故隐秘的男朋友 同住一个屋檐下 容易出事的 哎呦 妈 你误会了 我不是自己住 这么大的房子害怕吗 你就和唐唐过来 跟我一起住 正好是让天天男朋友 一起玩 就是这样 那你看看 唐唐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呢 还待着呢 好意思吗你 哎呦 妈 我这不是刚到正海吧 这大学没见你谈恋爱啊 多大年纪了 你再不结婚 就是托国家的后腿了 哎呦 行了妈 嗯 咱们先吃饭好不好 哎呦 妈妈 哎呀 老夏 你看看 哎呀 老夏 你看看 看看你女儿又瘦了 嗯 嗯 嗯 你去撒安静我 是吧 爸 赶紧了 多吃点 嗯 吃吃吃吃 小舍 你也吃啊 嗯 好 好 吃点牛肉 嗯 谢谢 嗯 爸妈 我有一个工作生 我去接一下啊 这丫头 你可以写电话了 叫我求情 我爸妈来了 叔叔阿姨来了不是挺好的吗 还能照顾照顾你 不对 叔叔阿姨来了的话 沈俊瑶怎么办啊 哎呦 他们现在已经撞上了 不过好在我聪明 我跟他们说 我和你住在一起 沈俊瑶是你男朋友 对吧 我说是男朋友 是男朋友 我都不敢了 我说是男朋友